张新宇婚礼现场!泪流满面告白和解,酒席只花了14万左右。 说起张新宇,很多人再熟悉不过了。 她就是那个演技好,颜值高,但一直以来很低调的娱乐圈女神。 然而上天总会眷顾那些心地善良的人,在近日的时候,张新宇终于抓住了自己的幸福,把自己交给了自己期待已久的真命天子。 在整个婚礼现场,我们的新娘张新宇一度哽咽,对新郎说:"我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各自身上都承受着和不同的压力。 但就是很奇怪,自从我看见你的时候,我就觉得你是我要等的那个人。 在没碰到你之前,我时常会幻想着自己的真命天子是什么样的。 说到这里,张新宇再度哽咽,但我们却能从张新宇的话语中感觉到那种满满的幸福。 虽说和杰是军人,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严肃的。 但是在今天的婚礼上和杰还是浪漫了一次,和杰在给张新宇穿鞋的时候,夸赞老婆张新宇的脚长得很白很美。 随后整个伴娘团一阵哈哈大笑。 。 据说这一次的婚礼现场不是特别的大,所以布置和宴席都是越简单越好,一桌大概在14000左右一共识来桌。 。 但是从张新宇和杰的婚礼布置现场,我们看到两人幸福的模样,也感受到了浪漫的气息。 。 其实生活也就是如此,我们一直在寻找一段轰轰烈烈烈的爱情,当我们迎来家庭之后,可能更多的是希望拥有一个温馨的小家庭,陪你到老幸福就好。 。 。 其实对于婚姻而言,就如同穿鞋一样,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。 。 而张新宇这次的选择,他直言,我嫁给了爱情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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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据说布置婚礼的酒店实在伤害外滩,整个现场都是白色和浅蓝色为主,整体效果显得特别高雅。 。 因为是军婚,所以并不会特别的吐豪。 。 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得出,张新宇不仅仅接受了和杰,更接受了和杰给他带来的一切,小编也为张新宇有这种度量而为他感到自豪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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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